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 《工作、消费主义和心穷人》 《郭斯拉》系列电影你看过吧? 如果没有,那《变形金刚》系列你肯定看过吧? 这些商业大片在全球范围内都取得了可观的票房 你是否想过他们为何会如此受欢迎呢? 或许你会说因为电影特效好 这肯定是个理由,但却不是根本原因 比如《郭斯拉》跳舞肯定没人爱看 其实啊,说到底,让人们觉得爽的戏码 使人类的都市被摧毁 愣过一下之后是不是发觉说到你心里啊 那问题就来了 都市一直被视为人类文明的高阶模式 可我们心底为何会在潜意识中对此如此厌恶呢? 很简单,虽然我们人类亲手构建了现代文明社会 为了生存我们离不开它 可同时啊,我们也被都市文化束缚得太紧 所以才会心生厌倦 那厌倦什么呢?是不是觉得钱总是不够花呢?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穷到吃土 辛苦工作一个月依然是个穷鬼 那这当然是自嘲 贫困对现在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个很遥远的事了 尤其是在2020年,中国已经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 那什么是绝对贫困呢? 就是基本温饱都保证不了 其实啊,绝对贫困在全球范围内都已不多见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曾调查过18个国家的极度贫困人口 结果发现在这些人的总消费中 食品消费只占36%到79% 也就是说,所谓的钱不够花 其实是因为我们总是在追求更多 那这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情况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 哪怕是亡亡贵族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选择条件 也远不如现代普通人 但也正是太多的选择让现代人不知所措 甚至因此陷入惶恐与不安 虽然对此你我都深有体会 可却不明白引发这些情绪的内在逻辑 而这正是今天解读要说的内容 本书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与思想家 他出生于波兰 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 之后获得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职位 一生著有57本书 被日斐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 代表作有 现代性与大屠杀被围困的社会等 那当然也包括今天要说的这本 工作 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这是鲍曼早在十年前就完成的作品 在目前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各种学术研究的发展速度都非常快 而社会学所面对的更是生活中的各类事情 所以这十年前的社会学作品 对当下的社会和个体而言 还有意义吗 当然 因为鲍曼在书中所剖析的消费主义 不仅至今没有消失 反而在之后的十年中进一步发展壮大 甚至进入了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 所以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两个内容来说说 被消费主义扭曲过的社会文化 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负面问题 首先消费主义是怎样取代工作伦理的 其次是被消费主义定义的新穷人 遭遇到怎样的困境 那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消费主义是怎样取代工作伦理的 现代社会始于何时 学界众说纷纭 但是没人能否认工业革命 绝对是开启现代性的重要世界 工业社会的来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大量人口进入工厂 从靠天吃饭的人变成了领工资的人 你过去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但实际上却是在人媒推动下发生的 比如美国在内战结束之后 政府就曾强迫那些被解放的奴隶 重新进入工厂 那当然了 朱利所说的强迫呢 并非暴力而是通过一些行政或思想途径 去重塑社会文化 自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起 纪贫乏改革在西方社会盛行 立法者们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后 一致决定 所有对贫困人口的援助 都仅限于救济院内 因为这能把真正的穷人 或那些为了逃避工作的人区别开 当时的救济院条件非常差 那就以英国为例 救济院提供的食物并不能让人吃饱 但是就算这样 想要获得食物 那也得工作 比如砸屎子或者是制作绳子的 如果完不成工作定额 就不能获得规定的食物 有时候甚至会受到提罚 所以愿意进入救济院的人 那一定是走投无路了 另外啊 政府和企业主 还会通过媒体宣传的方式 逐渐改变社会价值观 让人们都认为 如果一个人不工作 但他活该吃 电质发霉的面包 喝瓦当无味的水 也没有资格获得社交 不工作就这样 成为了道德问题 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 都成为领工资的人 那工作就定义了 人们的身份 也决定了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 人们把尊重自己的上级 让下级服从自己 视为理所当然的工作伦理 是不是感觉 这跟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呢 这是因为啊 随着物质从匮乏走向极度风域 公司关系发生变化 工作伦理必然被消费主义取代 否则呢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了 当工作伦理只擅长训练 因人守旧排斥变化的人 这显然不适合消费主义的发展 所以人为因素又一次上场 诱惑取代了镇压 广告取代了权威 比如消费者就心仁屈服于广告的权威 而广告创造出来的需求 取代了强制性规范 就这样啊 人们的生活方式 审美价值 社会联系 就开始以消费为纽带 消费取代工作 成为定义人们身份的新途径 别以为你能逃得开 否则这已经能保了 你为什么还那么努力地赚钱呢 你会说追求更好的生活呀 那好 请问这更好的生活到底是多好呢 是更大的房子吗 那到底多大才足够呢 这除了房子 我们可能还会追求更好的车 更好的包 更好的各种东西 这种追求是没有尽头的 可我们却从不休职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通过某种商品 获取独特性 最简单的例子 撞山这个事 就让很多人忌讳 那总结一下就是 随着工业社会 公司关系的改变 工作伦比被消费主义替代 这样人们不论是寻求自我认同 还是获取社会地位 那都需要日复一日地 到访消费食堂 如果把社会发展 看作是一场大戏 那戏中不会存在任何独立情节 所以呢 由工作伦理到消费主义 这种观念变化 也会蔓延进入 人们生活的所有领域 那接下来的第二个内容啊 我们就来说说 被消费主义定义的心穷人 遭遇到怎样的困境 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 贫穷只代表物质上不匮乏 但穷人和富人在精神上是平等的 而在消费社会 这种平等被剥夺了 经济水平成为评判一个人 是否能够获得尊重的唯一标准 人们经常会把失败 那当然了 这个失败啊 是加上了引号的 归咎于失败者们不够奴隶 所以活该 但事实上啊 是性别 种族 地区 健康情况 天赋 家庭背景等 方方面面的原因 促成了一个人的生活境况 比如你不能说 一个处于极度贫困中的儿童 无法取得很好的英语听力成绩 是因为他不够努力 但消费主义塑造出的惯性思维 让很多人丧失了同情和怜悯 比如在本书创作的过程中 美国就有四分之三的国会议员 支持大幅削减福利支出 用时任总统克林顿的话说就是 终结众所周知的福利国家 若让美国平衡儿童的数量 从2006年的200万增加到了500万 其他被剥夺社会援助的 老弱病残人数也成倍增加 那脱离了社会关注的群体 会遭遇什么呢 法国著名知识分子 阿兰·芬基尔·克劳特 说过一段话 纳粹的暴行并非因为喜欢暴行 而是因为自认为要履行 必须的责任 也并非为了施虐而施虐 而是为了他们认定的美德 我们在新门上偶尔会看到 一些公共场所不让新穷人停聊 所以是否会有一天 大多数人为了摆脱麻烦 把新穷人流放到遥远的监狱 或者是集中营呢 这很可怕 但也无法否定其可能性 所以我们该怎样避免 这种事情的出现呢 或者说该怎样改变 被消费主义扭曲的社会文化呢 本书作者鲍曼提出的解决办法是 收入权力与收入能力脱钩 具体说就是对高收入人群的增税 然后政府通过各种支付转移的方式 去补贴新穷源 别认为这不公平 想想看很多低收入者所从事的工作 那正是社会运转的重重之重 比如环卫建筑公园党 所以现在你是否醒悟了 消费主义下的价值判断 有很多时候并不正确 新穷人因为消费主义泛滥 而丧失了尊严 无法体面的生活 这种扭曲的情况必须被改变 否则任其继续发展 人类极有可能丧失本性 那好了 今天的解读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回顾 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供需关系 进而让消费主义替代了工作伦理 在被消费主义主宰的社会中 经济水平成为评判一个人 是否能够获得尊重的唯一标准 这种扭曲的价值观 让低收入者丧失了尊严 那只有让收入权力与收入能力脱钩 才能拨乱反正 避免人性的消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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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